第三題 一杯質量為400克 溫度為80度C的水 放在20度C的常溫室內降溫 若不考慮水蒸發時質量的微小變化 當水溫降到50度C的時候 約善失多少卡的熱量 那麼這題很簡單 我們計算熱量公式就是 h等於msΔT 那麼我們的質量有400公克 水的比熱是1 溫度變化 它的初溫是80 最後降到50 所以溫度變化 高溫減低溫是80減50 所以呢就是400 再乘以30 所以是12000 有這麼多的有這麼多卡 所以呢我們 這題的答案呢 要選擇的是豬 12000卡 第三題我們答案選豬